大家好啊 这个网络上有一叫为国为民红花会总舵主李小鹏 是吧 经常这个给苏小河传递一些信息谣言 我也曾经引用了他的一些说法 是吧 爆料啊 这个李强已经 这习近平已经同意李强辞职的消息 是吧 都是他发出来的 经过一些网络大V的传播 跟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这些人连续的传播 但是我看到他的推特 现在才有260个人的follow 就证明呢 他写的东西可能是比较low 是吧 写的东西呢 表面上很大气磅礴 但是实际上仔细一看 里边有很多夹带私货也好 或者是眼界不是特别的这个深远也好 是吧 这两天啊 他可能是苏小河呀 老灯啊 都不传播他的消息了啊 他有点急了啊 有点急了 他在这个 一股脑的在批评老灯 是吧 老灯呢 我是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他的节目啊 看过老灯的节目 还是在他倡导着所谓西夏里上的一个阶段 是吧 我也出了好几期节目在抨击他 就也不叫抨击他 就认为你这个东西呢 这个太不合乎常理了 是吧 你所谓的那些给你消息的那些人呢 实际上连个科技干部都不是啊 但是我们值得肯定老灯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毕竟人家作为一个网络上的大咖 一个传播者 人家是成功的啊 全球的华人啊 在海外的能翻墙的 有几个人不知道老灯的 证明人家啊 挣的盆满盆满钵满 把自己的名号打出去这一点 人家做的非常非常成功 当然他也有些东西是我比较诟病的 就是你要倡导民主运动也好 反共运动也好 是吧 你真的拿出钱来来支持这项运动 是吧 你自己也要抛头露面的啊 实地的啊 去领事馆抗议啊 是吧 设立什么基金的真的掏出钱来 别弄那虚头八脑的 我曾经听他说过是吧 只要是什么处级啊 局级 你只要是从国内叛逃 是吧 我就给你这个资金 你这些都是太 拿中国人当傻逼 这样来回的这个串瞎话 是吧 咱说回来李小鹏 李小鹏说老登 原名留心 这个银棍诈骗犯 马德华 马德华就猪八戒 是吧 私生子 马上说是马德华的私生子 帮李强辟谣 大外宣 真面目彻底暴露 有良知的中国人 聚一看饿死这个狗娘养的王八蛋 我就说啊 这就是确实是有点过分 另外他说了 真的老登已经在二十大前被加拿大 加拿大大使馆暗杀了 就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那些所谓的是吧 间谍们已经暗杀了 是吧 华勇在温哥华 在这个多伦多没待两天 觉得温哥华 可以有人给他吃住 他又能卖化 是吧 别人能 这个给他丰厚的资金 比中国共产党给他的这个八万十六万 还要多 是吧 结果啊 华勇被淹死在温哥华的这个海滨 我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华勇到底是一个什么死因 没看到加拿大对他有一个调查结果的报道 是吧 但是这种被暗杀的这种可能性 你说他是微乎其微也好 这个不太可能也好 但是我觉得从我这方面考虑 包括我对中国共产党 所谓这些部门的一些了解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个李小鹏说了 现在的老登 是他在国内的侄子整容加电脑修炼合成的 所以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 我没看他节目 我一会过去看看啊 是不是他这个用了所谓国内的一些科技 是吧 不叫AI 你叫什么呢 这个美颜 是吧 这有可能 老妈咔着眼呢 是吧 大脑袋瓜子 这个腔调不好听 东北口音 是吧 这个大脑赶 大脑赶的口音 是吧 人家模样还不可以修复修复吗 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啊 所以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 席下李尚 就是逼李克强提前退休的阴谋 现在贾老灯开始帮李强辞职辟谣 我觉得挺好 但是这李小鹏确实follow的人数啊 这个比较少啊 除去这几个大咖 把他当回事啊 我把他当回事啊 没有几个人把他当回事 是吧 另外最近可能 这个苏小和同志啊 觉得啊 我最近没怎么看苏小和的这个节目啊 有的时候 这个YouTube推荐的 我去看看他的那个标题 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讲什么 苏小和是吧 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 或者自己自创的一些理论基础知识啊 他没 我估计现在还是这样 他没讲一个啊 这个所谓的别人的谣言 是吧 他都会罗列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或者自己的一些口头禅 是吧 什么民情秩序啊 这件事是真的呀 是吧 有可能啊 比较有意思呀 是吧 这个 但是你看 像苏小和这样 人家赚钱 这也无可厚非 是吧 我现在最近也慢慢慢慢的开始 没事造点谣言 自己编也好 别人提个小题目啊 我跟作文一样啊 把前因后果主题思想都往里一创是吧 就给大伙娱乐啊 这个没问题 在网络上挣钱啊 这个这是这是允许的 但是呢就是 呃 有的时候像这种大位啊 吃相比较难看啊 他不像我们这些人是吧 呃 我有一个目标啊 这个钱将来用在什么地方 这些人呢 就是为了自己往口袋里装 打着所谓爱国也好 打着所谓为中国老百姓名不平也好 但是从来没看到这些人 他们可以收别人的打赏 是吧 别人给他的钱 包括YouTube的广告费 但是你看不到这些人用在别人身上 或者用在他们眼里边啊 最贫穷 最不堪啊 最受压迫的人身上 看不到 但是嘴上总是冠冕堂皇 是吧 嘴上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啊 呃 有时候他说啊 伟光正也好 什么这些东西啊 我不屑一顾 是吧 但是实际上他在传播的东西 他都是站在一个原点上 什么原点呢 就是我要把我的生活搞得好一点啊 这个我要利用我的知名度来割韭菜 这也是一种割韭菜 是吧 可能最近人家苏小和觉得啊 当然肯定我看到苏小和的这个题目上写了 什么李小鹏传来消息 是什么 他肯定引用了李小鹏 给他所谓编造的一些谣言 是吧 这个李强被拿下 他要当啊 李小鹏啊 原李小鹏要当 所谓的总理 我也传这个 呃 但是可能苏小和看到最后 就觉得这哥们可能水平比较低 是吧 也说不出来什么 惊天伟地的啊 送人听人 送人听闻的内幕 就是这个李小鹏要当总理啊 曾庆红啊 这个同意李小鹏把李强拿下 李强辞职 习近平 就是这 这个 一个事啊 没有其他的事 所以说呢 可能苏小和对他就不理不睬了啊 但是现在这个李小鹏 呃 第一啊 觉得这个 呃 老灯 可能对他产生了 奇异以后 他心怀不满 是吧 开始造老灯的一些谣言 完了之后 这个苏小和不搭理他了啊 这个 网络上这个李小鹏 觉得自己 不被人重视了 又开始 这个 这个骂苏小和 是吧 苏包子 不发慰问灾民的视频 我就和你一刀两断 莲花跑车 我也不送了 哎呦 真是 不知道他们之间 是不是通过莲花跑车 有一个 金钱上的勾兑 是吧 但是我觉得像李小鹏 网络上这个李小鹏 送别人跑车 你先晒一晒 你给苏小和打了多少赏 的截屏 你先晒一晒 是吧 别一股脑的啊 写这些空头支票 人家苏小和经历了多少事 是吧 人家把这种索备的 这种骗子也好 这种这个这个 人际关系也好 人家看的非常非常透彻 你用一个空头支票的许诺 是吧 人家根本不当回事 人家就用了你曾经制造的一个噱头 赚了广告费了 人家这个是最真实的 你晒一下你到底给苏小和打了多少赏 是吧 好吧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这个 也希望吧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李小鹏 你要编造谎言 制造谣言的话 希望你呢 这个有一点深邃的概念 是吧 不要在一件声上 死不撒手 你要往里面填充填充一些这个梗概 是吧 填充填充其他的一些 这个笑料也好 资料也好 别在一根绳上 这个吊死 多往里填充填充 有质量的东西 好吧 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